各位朋友 我們文化中心舉辦這個印度電影新聞比賽 是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的 目標就是希望透過三幾部比較有哲學性的電影 是令到所有接觸到的人 對那個人的價值觀和心心靈有些啟發 為什麼會選印度電影呢 因為印度的國家是有五千多年的文化 五千多年的文化 超過 即是根據有文字記載 他們就是在古代出現很多大漁 將人與人之間所有的世事 遇到的任何問題 他們透過一個語音傳承 去做一種知識去傳播 所以大家看到印度電影很多歌舞 其實所有歌舞有很深奧的含意 我們在這裡就不講述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可以上網搜尋 這次電影比賽我們選了三套電影 第一套就是PK外傳 為什麼會選到電影呢 因為它讓人類可以認識到 什麼叫做神 神究竟是怎樣存在 你看完之後 你就會找到神在哪裡了 這次電影就是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原來 第二套電影呢 就是 三個 傻瓜的故事 但是我們這些人形容它是傻瓜 其實世間人 聰明的人 就得到的東西很少的 你覺得 表面傻瓜的人 你以為他是傻瓜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意境 說傻瓜 他因為 沒有追求個人的名利得失 他只是跟著 他的人生的命運 去做好他自己本身的工作 比如他代個老闆的兒子去讀書 所有成績都不是他的 但他沒有追求他是他的 他自然就有他的成績 因為他是學習的過程 雖然他沒有那個畢業的證書 什麼都沒有 那個證書都不是他的名字 但是沒有抹殺到他的成就 所以如果在現代的世界 如果我們只要你做好自己的工作 精益求精 那個成功自然間會跟著你 不需要考取豪奪 不需要不擇手奪 自然 有人會找到你上門的了 即是等同我們開這個 廢陀保健班 那些人不相信 為什麼這麼簡單呢 就會幫到人 又幫到自己呢 原來世間很深奧的事情 就是真的很簡單 除非你別有用心才會搞到很神秘 其實真是這麼簡單 你看那個大宇宙引育生命多簡單 倒兩滴水在那裡 我說我說他會有生命出來的 你科學家的實用室裡搞來搞去 都搞不到生命出來的 真是這麼簡單 不要將事情複雜化 很簡單 譬如說我們現在出生在社會 我要賺錢 我要謀生 當然賺錢很多的途徑 很多的行業 那這些就講你個人的命運 個人的氣數 個人的緣份 還有你的背景 還有你的觀念 但是為什麼我會選金融去做呢 大家的同學都知道我做金融 因為金融呢 我不用請科技 我不用優買不到貨 我又不用擔心我的貨賣不出 我又不用擔心那個市場黃和淡 因為黃和淡 因為黃和淡 金融市場的黃金石油的價錢 每天都要運作的 大家明白嗎 譬如我炒金 那你不用擔心買不到金 你有多少錢生家去買 市場這麼多金 你買回來 你不用擔心找客人去賣 對呀 最重要呢 你少了很多繁複的程序 還有一樣東西更加厲害了 如果買賣錢的話 不用報稅 全世界我買賣錢不用報稅 給我買賣錢賺錢不用報稅 所以我就是主力做這行生意 當然這行生意不是一般人可以做 你要夠膽 最大件事你要有福氣 福氣很重要 你有情報 因為大家都知道 市場上有很多不同渠道的商品交易 在金融市場 這麼多類的商品 其實我後來是有人可以操作到的 有人操作到的 所以如果你看這個 30號的故事 這套電影 我相信你會有很多啟發 最後那套 第三套 與中的請求 因為你每一個人來到世界 不良的男女 你會遇到有異性感情的問題 又會遇到組織家庭的問題 有一個夫妻人人的關係 究竟你用什麼角度去看這一段生命的拆譜呢 它不是主流 當然有人當他一生人的愛情是主流 但如果一個高一點的層次體 這個不是人生的主流 它有大部分都是我們人性帶來的情慾 和大致要延續生命下去的副產品來的 但當然它在延續生命的過程 你有一個性愛行為 這個是神性的 即是你那段感情是有神性的 但與中請求它是沒有發生關係的 所以它是昇華了 就是它認她做她老婆 但它沒有婚姻的實質 但是沒有夫妻的關係 為什麼會沒有呢 大家看下去就知道 我希望多些人參與這個精文比賽 大家認為值得去推廣給我們一些意見 那我在個人的小小意見呢 我說如果一個人他看通這三套電影呢 他可以走進社會裡 應該比較安全一些 因為現在讀書 在讀完大學 讀專業的話他走出來社會 他不會面對社會的 他不知道人與人之間怎麼相處 在這方面法國比較成功 法國的大學呢 是強制性你在中學時間 你讀完哲學呢 才可以報道大學的 好 多謝大家來參加這個精文比賽 好 多謝我們做這個工作的 那麼多同學的義工 付出的努力 為了推廣人類的人民文化的工作 是付出了的 衷心感謝 多謝大家